現在大家應該也對瓦格納的軍頭普里格金是相當好奇 尤其他是怎麼發跡的 因為其實他說他在2014年的時候就已經成立了瓦格納集團 不過這個集團他是直到去年的9月他才承認有這個集團的存在 只是他到底是怎麼發跡的呢 在俄乌戰爭的前四年他其實都在非洲還有中東來開採石油、鑽石還有黃金 他賺取的收入有超過2.5億的美金 只是他在1980年代那個時候 他是都是因為搶劫、詐欺來入獄了好幾年 他出獄之後他賣的是熱狗 可是靠著這個賣熱狗可以讓他來跟這個政府來搭上線 因為他把這個美食賣到了克里姆林宮 所以他也變成了餐飲大亨 因此他有這個普清的大廚之稱 只是現在他在這個有這個瓦格納集團之後 其實他在這個前線作戰的時候 他就奪下的是巴赫姆特 而且他在這一場戰役之後 他也是多次的來抨擊俄國 都沒有來支援 而且他在這個都索等 去砲轟這一些俄羅斯的高層之後 其實現在在現在的整個局勢的轉變裡面 法國的政治學者就說 他說其實普里格金他要尋求的是自我的定位 只是可惜的是他沒有盟友 所以他比較難有這個影響力 但是前美國中情局的官員他們也說了 現在普里格金他因為這個叛變不到一天就結束了 所以他已經是普清的敵人了 所以他現在他恐怕也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成功的機率會非常低 所以那個時候他才會掉頭沒有再攻打進去莫斯科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